大家都知道谢霆锋在娱乐圈里面从来不缺少话题,从之前跟王辈在一起,到和娶张伯之为妻,再到和张伯之离婚和王辈在一起,剧情实在是太狗血了。 张伯之和谢霆锋离婚后,张伯之和谢霆锋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,特别是随着风飞两个人的发展,谢霆锋和张伯之的两个孩子也是成为了大家饭后茶丝的闲话。 离婚后两个孩子一直有张伯之的抚养,都知道一个单型妈妈带两个孩子特别的不容易,又爆料趁谢霆锋欲出三亿,来换取大儿子路克斯的抚养权,媒体猜测或是希望能给谢贤晚年一个快乐的晚年。 从离婚开始,两个孩子都有张伯之一人抚养,谢霆锋除了出世间看望,很少照顾,而且路克斯今年已经11岁,光桥董事一直是张伯之的自豪,三亿换取抚养权,必然遭到张伯之拒绝。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,大儿子路克斯表示,即使有天全世界都不爱你,我也还爱你,可想而知,光桥董事的路克斯是永远站在妈妈这边的。 张伯之听到儿子的这一句话,感动得痛苦流泪,自己辛苦的这么多年终于没有白费,儿子真的懂事了,作为孩子的父亲谢霆锋一直以来都被说成是不负责任的, 就连孩子的生日谢霆锋都没有生日礼物,也没有到场庆祝,虽然小儿子过生日来自娱乐圈的祝福不少,但是作为父亲确实是没有尽到责任,而如今又想,用钱来换回儿子的抚养权,张伯之是万万不会接受的。